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9月9日,音乐人高晓松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自拍照 展示了他的新造型,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和关注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高晓松的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仅身材明显瘦了很多,脸型也从圆脸变成了瓜子脸 渐渐的下巴让人难以置信,他的皮肤变得光滑,痘痘消失 五官也变得更加精致,被称为颜值有了质的飞跃 在自拍照中,高晓松穿着一件橙红色的破洞卫衣 打扮得非常时尚,完全不像是一个53岁的人 高晓松的新造型让很多网友表示震惊 认为他的变化太大了,有人甚至认不出他了 网友认为他的外貌变化明显是整容的结果 包括双眼皮,提眉,隔眼带,瘦脸等项目 高晓松是一位音乐人,作家,导演,主持人和藏书家 他的音乐作品曾经感动了一代人 但是他的言论和观点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和讨论 人生经历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和精彩的 高晓松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 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建筑学教授 外祖父是深圳大学的首任校长 唐舅父是清华大学的电子学教授 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薰陶 也展现出了超群的才华和个性 后来他考入了清华大学 但因为对音乐的热爱,最终选择了退学 并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 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同桌的你》这首经典歌曲 也开始了他的流浪歌手时期 凭借《同桌的你》一曲 高晓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赞誉 被誉为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 接著他又创作了《恋恋风尘》、《雷》等歌曲 也获得了各种金曲词曲奖 他与宋科共同成立了麦田音乐 并出版了个人音乐作品及《青春无悔》 高晓松不仅是一个音乐人 还是一个作家和导演 游历欧美各国后 完成了小说写在墙上的脸和剧本《那是花开》 还导演了电影《那是花开》 并与认识仅三天的《沈欢闪电结婚》 这些都反映了他敢于追求自己梦想和爱情的勇气和魅力 在2000年后开始涉足网络、电视、脱口秀等领域 担任过搜狐、新浪等网站的娱乐事业发展总监或战略顾问 也担任过快乐女生、快乐男生、中国达人秀等节目的评委 他还开设了博客和微博 发表了自己对历史、文化、社会、热点等话题的看法和评论 他以其自由派的言论和观点而闻名 也因此引发过争议和负面评价 2011年,高晓松因为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而被判刑 并被吊销驾驶证 这是他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候 也让很多人对他失望和反感 但是,高晓松没有放弃自己 继续做出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2012年开始了脱口秀栏目小说 在优酷、爱奇艺、河南卫视等平台播出 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他也加盟了阿里巴巴集团 担任过阿里音乐的董事长和阿里娱乐的战略委员会主席 2021年,高晓松遭到了中国大陆的封杀 作品和节目被下架 微博和微信也被封禁 因为他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 一些言论和观点被指违背了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民族情感 这让很多人对他感到惋惜和遗憾 也让很多人对他感到愤怒和厌恶 总的来说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高晓松无疑是想要给自己和观众带来新的形象和感觉 但是,在追求美丽和时尚的同时 也要注意保持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不要失去自己的特色和魅力 无论他是否做了整容 都不应该影响观众对他的音乐和作品的欣赏 毕竟,他是一位音乐人 作品给很多人带来了感动和启发 希望他能够保持自己的风格和魅力 继续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